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云说区块链 本次为大家带来 比现实世界房价还要贵 虚拟土地这门生意为何会有人重金抢着做 没有订阅关注的朋友 记得点击订阅按钮 订阅本频道 你的支持是我持续努力的动力 谢谢大家 你能想象到吗 虚拟世界的一块土地的售价竟然堪比一线城市 在虚拟和现实加速互动的全新时代 虚拟土地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Metaverse显宇宙和NFT非同质化代币 地到来就让这一资源水涨船高 例如 今年6月 虚拟世界Decentraland的一块虚拟土地NFT 以高达于91.3万美元的价格售出 同月 AXIE Infinity重9块虚拟土地以888.25ETH 约150万美元的高价售出 7月 The Sandbox上面积于530万平方 24×24 第虚拟土地被移近88万美元的价格拍下 那么 与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相比 看似水中捞月的虚拟土地真的值得一只千金吗 为此 Pernus采访了部分虚拟土地的 爱好者和资深参与者 希望可以从中探究一二 争作地主背后 虚拟土地更需开发和建设 从第二人生 营益杀手到头号玩家 赛博 朋克2077等诸多作品 人类对打破时空和空间界限的虚拟世界 一直都充满憧憬 如今 一个平行于现实世界 且栩栩如生的虚拟世界正在被慢慢刻画出来 在经过较长时间的等待后 随着聚光灯下的宠儿 NFT和Metaverse应用 场景的日渐丰富 Decentraland The Sandbox和CryptoFoxos等 代表性项目开始出具规模 世界正在虚拟化 Non-Fungible COM数据显示 过去30天 Metaverse领域的交易额近458万美元 占NFT市场总交易额的17.6% 其中 Decentraland交易额超166万美元 The Sandbox交易额已261万美元 CryptoFoxos交易额超31万美元 伴随着市场规模和代币涨幅的飙升 虚拟土地的需求也出现了显著的增长 在这个虚拟世界中 每天都在发生着大批量的土地买卖 转让和开发 例如 辉赌基金创始人Barry Silver 就是为实实在在的大地主 其于2019年就花费8.1万美元购买了 Decentraland上的64块虚拟土地 知名NFT收藏家Will Shark是在Sandbox上 继闭安后的第二大的虚拟土地所有者 以太方巨金和NFT收藏家Metakopen拥有的 Sandbox CryptoFoxos和Sumium Space VR等 项目共计数百块虚拟土地 随着越来越多的加密爱好者和 投资者大手笔买买买 虚拟土地也动发出开发和建设的更多可能性 包括时装展、美术馆、演唱会、博物馆和电影院等 商业化活动开始在虚拟世界出现 世界顶级拍卖行苏富比在Decentraland 推出线上虚拟画廊 于是联合创始人王淳以65万美元购买的那 Sandbox虚拟土地将用于建设狗狗币爱好者总部 区块链协议不曾以超70万美元购入的 Decentraland虚拟土地将用于创建虚拟商城 吃豆人开发公司亚达利将在Decentraland建设 链上拉斯维加斯 英国艺术家Philip Colbert将 在Decentraland上推出NFT艺术展和音乐表演 Tudor Mooney音乐节将举办虚拟现场音乐节等 曹银在采访中向Panus无事表示 相比单纯购买 建设 开发和运营对当前的虚拟土地而言是一件 更有意义的事情 曹银是数字文艺复兴基金会董事总经理 但他也是加密圈有名的NFT藏家 他已经通过基金或其他集体方式进行购买 且暂不对外进行出售 他往往选择于艺术家 工程师 投资人和开发商等有开发能力的朋友一起购买 CryptoFox的土地 且进行相关开发 此外 其还加入了Republic Grand 这是个数字房地产NFT投资基金 该基金通过买的后进行大规模开发 并建造街区和进行招商 在此之前 Republic Grand曾以91.3万美元的高价收购了 Decentraland的虚拟土地 并正将其改造成一个以日本时尚圣地元素为原型 名为Matterjewker的虚拟购物区 与这些资深玩家相比 不少人在买的后可能并没有开发和装修能力 其实虚拟土地拥有者的装修需求非常高 特别是加密艺术大火下的画廊 但他们大多暂时都没有开发能力 D.Build发起人Mason Shampanoos表示 Mason是个虚拟土地的爱好者和坚定持有者 他在采访中表示 相比现实世界 虚拟土地的装修可以为所欲为 不用考虑建筑物理学等建制 虽然也有很多用户都在咨询装修事宜 但从现阶段来看 大部分用户尚未完全建立起消费习惯 因此我和团队选择先免费给用户 搭建场景扩大规模 再根据工作量和设计感进行定价 不过 尽管虚拟土地的参与热情较高 但由于价格高昂 其用户增长仍非常有限 与其他区块链游戏项目相比 当前 这些以虚拟土地为主的项目规模 有着不小的差距 以用户数为例 DapperDar数据显示 过去30天 The Sandbox用户数为1150人 The Central Land仅为771人 而如区块链游戏 Exceled Infinity的用户数则超9.1 One Avion World的用户数更是高达75万等 看似炒作 虚拟土地为何还有追随者 虚拟土地并不是个新鲜词汇 早在2004年 名为中安社的用户 曾在风靡一时的3D虚拟社区 游戏第二人生中 用平台的原生货币零灯源 购买了大量虚拟土地 并通过建造房屋出售 赚取了超百万美元的收入 被外界称为虚拟世界的洛克菲勒 甚至还登上美国商业周刊的封面 尽管逐渐淡出公众视野 更改游戏的服务条款 且强迫玩家接纳这些条款后 造成许多 玩家的虚拟财产 虚拟物品流失而遭到起诉 而基于链上的虚拟事件 也以NFT形式将所有权 真正交还给玩家 而不是传统服务器 每块土地或每个建筑 都是不可替代的标记 且所有交易都是公开 透明和可追溯的 新概念加持以及需求激增下 虚拟土地价格大幅上涨 例如Decentraland中的一块土地 被转售了6次 初始价格仅为176.8美元 目前的价格则高达7300.1美元 也就是说这块地皮翻了于40倍 CryptoVoxos上一块名为 酒肉Bottish Root的 土地初始价格为101.2美元 目前售价为9570.8美元 该土地在三次转售过程中 翻了于93倍 再例如 The Sandbox中名为Land 111058的 土地初始 价格为34.1美元 当前的价格则为1023.8美元 净转售两次就翻了超过29倍 与传统资产或者是 加密货币的回报率相比 虚拟土地显然成为 更加的投资方式 而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土地的位置是影响 其价格的因素之一 而这个位置与是否是集聚区 有很大关系 另外 如CryptoVoxos的上盖建筑物等 这类型土地 也比较受欢迎 对于部分高价售出的土地 文艺复兴基金会董事总经理 曹银在采访中解释称 从整个NFT市场来看 Unfungible.com数据显示 当前NFT最贵的前十名中 Decentraland The Sandbox CryptoVoxos中的 虚拟土地分别以超6600万美元 3100万美元和1180美元位居前十 虽然虚拟土地市场 确实有不少这样脱颖而出的大单 且部分早期以土地交易为主的持有者 确实获得了不错的收益 但曹银认为虚拟土地并未被热炒 原因在于当前虚拟土地的交易量较少 其与NFT一样缺乏流动性 并非挂牌就可卖出 同时 不少虚拟平台也采取了一定措施 握制了炒地现象 如CryptoVoxos会在发现土地被过度炒作后 通过增发土地的方式降低地价 在曹银看来 虚拟土地价格的飙升并反而会让更 多人重视其价值 并开始认真进行相关开发和运营 甚至他们为了盘活自己的资产 还是进行雇佣 邀请更多有能力的玩家加入 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虚拟土地频繁出售 土地流转率的降低将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土地价格 对于Metagverse而言 这样健康的现象可使其成为一个有意义 有社交 有流量的新世界 你觉得虚拟世界未来会如何发展 是否真的会带动又一次资本革命 让我们持续关注吧 没有关注有订阅关注的朋友 记得订阅本频道 谢谢大家